幽莉早安你好,我是方燕迪 今天是1月9号星期四 好,一开始我们就带你关心天气方面了 今天两个早安 燕迪早安,大家早安 没错,今天天气就要变天了 什么时候开始呢,还会下雨呢 赶快把时间交给你 是的燕迪,昨天晚上开始 这个冷气团南下影响台湾 温度就开始下降了 预计礼拜四跟礼拜五两天 温度都会很低 一定要注意好保暖了 好,接着我们看到今天清晨温度 北部地区来到13度左右 中部地区也是13.9度 南部跟东半部地区 大概19到16度左右 清晨的温度都比昨天 还要再稍微下降 尤其是这个中部与北地区 温度是特别低 大概来到13度左右而已 今天白天受到冷气团的影响 温度回升的幅度也没有很大 尤其是北部地区 我们来看到北部地区今天回升 中午大概只有14度左右 真的是有回升跟没回升差不多的 中南部稍微高一些 大概来到20到23度左右 东半部地区来到20度 所以提醒你四五两天 温度真的是蛮低 出门一定要穿厚一点的外套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地面天气图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 这个封面通过台湾 所以最晚上在这个北部地区 下了一场蛮大的雨 封面很快就通过台湾之后 后面紧接着就是 强烈到冷气团南下影响台湾 预计呢 礼拜四跟礼拜五两天 都会受到这个冷气团的影响 温度都偏低 那最冷的时候 就会在今天晚上到明年清晨 这个嘉伊北地区 可能出现11度的低温 所以提醒你要特别注意了 那冷气团礼拜六开始 逐渐往东边移动出去 礼拜六白天开始 温度才会缓缓地回升 预计礼拜四礼拜五两天 这个湿冷的感觉 会比较明显一些 所以高山地区其实蛮有机会 可以下雪的 想开雪的民众 可以稍微期待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 未来三天这个天气的部分 礼拜四礼拜五两天 这个封面北部东半部 都容易会有一些 短暂性的阵雨 所以湿湿冷冷的感觉 会很明显 那中南部大概是 多运到勤的天气 礼拜六开始 温度逐渐回升 西半部也机会 看到太阳露脸 大概只有东半部 一些零星的短暂正雨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两天 温度很低 所以提醒你 要稍微注意一下 保暖的工作了 好 接着我们看到 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基隆台北新北市地区 12到14度 降影几率70到80 桃园新竹苗栗地区 11到13度 降影几率30到7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13到19度 降影几率20% 云林嘉义台南地区 12到20度 降影几率0到20 高雄屏东澎湖地区 14到23度 降影几率是0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13到20度 降影几率30到80 最后看到 莲江金门地区8到15度 降影几率20% 好 看完了各地的天气 赶快带你看到 今天什么适合做 什么不适合做 今天农民地区 12月9号 属狗的朋友 要特别小心跟留意了 今天很适合 像是打扫房屋 清理房屋 都是相当合适的 今天像是这个搬家伙 开市 可能就尽量避免了 好 以上资讯 就提供给你做参考